在经典的PS版本中 画板只有一个 一个文档只能有一个画板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唯一的一个画布 那在新版的最新的PS里 进行了功能的突破 画板不再只是一个了 而是可以有很多个 那么在一个PSD文档里面 可以有多个画板 PS增加了多画板的概念 那等于说一个PSD文档 那就是又增加了一个层级 那我们打开最新版的PS 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节我们说了这个新版的新建文档 那在新建文档这里呢 在这里有一个画板选项 我们可以把这个画板的勾选上 这个文档里面可以带上画板 其实就可以带上多个画板 然后呢创建这个文档 选一个大小吧 选一个就这个大小吧 创建 然后我们在图层菜单 在图层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啊 这里就有一个画板 有一个画板这个层级 那么这个画板呢 其实就是最顶层的层级 那么在画板下面呢 还可以来创建 创建组 那么组里面再有其他的图层 智能对象等等 有了这个画板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用起来还是跟之前操作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 PS呢增加了多画板这个概念 也就是画板呢 不只是有一个 那怎样来创建更多的画板呢 我们可以在工具栏的移动工具这下方呢 找到画板工具 使用画板工具啊 这个时候 这个整个画板的这个四周就出现了这种圆圈加号的小图标 只要你点这个图标呢 就能在上下左右这个方向呢 增加画板 比如说我在右边加一个新的 点一下 这要增加了一个 跟之前那个一模一样的一个大小的画板 啊 你可以再增加 也可以在上方啊 下方啊 都可以 啊 回来在这个左边 也可以来增加画板 使用画板工具 增加这个新的画板 这个时候看看啊 变成了九个画板 这个时候来看啊 图层菜单这边 图层这里呢 啊 也显示出了这几个画板 现在啊 这些画板都是根据画板一 第一个画板呢 来创建出来的 那都是一模一样大小的 那这些画板呢 其实也可以修改大小 比如说 我想把这个画板呢 我修改一下大小 这可以点属性 在属性菜单这里面 宽度啊 高度 再重新的设定一下 把它设定成 这个两千五 那这时候画板的大小呢 就改变了 另外画板的位置呢 也可以移动 可以动力X值 外值这个移动 那也可以直接在这个画板 选择的状态下 来移动画板的位置 把它放到这个一边 都可以 那么这个多画板的好处啊 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咱们有很多同类的图像 来设计处理 我们就可以呢 用多个画板 放在同一个PSD文档里面 方便对比 查看 一些共用的元素呢 也方便移动 复制 替换等等 这样呢 就是非常的方便了 那每一个画板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画板里面啊 来创建图层什么的 在这个画板里面来操作 互相不影响 如果你想把这个图层呢 放到其他画板上 拖过去 然后再拖到其他画板上 这个大家试一试练一练 就熟悉这个功能了 那么把这个所有的画板啊 这些设计 这些图像都画好之后呢 怎么来保存呢 如果我们直接点这个 另存为存储为的话 存储为这个图像啊 或什么的 它会存着一大张的图片 存成比如JPG的图片的话 这个时候 它会将这所有的画板呢 存成一大张 存成一个大图片 而不是说每个单张 每个图片 那怎样把这个 每个画板都导成单张的图片呢 就使用下面这个导出 使用导出命令 导出这里呢 有一个画板制文件 在录屏录不到啊 大家可以找一下 画板制文件 然后点击一下 导出画板制文件 然后选择导出的这个路径目标 选择这个文件名 然后相关选项 这个时候呢 可以导成PSD啊 JPG啊 PNG啊等等 选好之后呢 点运行啊 这样每个单张图片呢 就导出来了 另外除了利用画板工具 点这个小加号 来创建新的画板之外 还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利用画板工具呢 直接来画 来自由的创建新的画板 那我们把这个文档缩小一下 然后呢 使用画板工具 在这个文档之外啊 在一个空地上 随便的这样画一个出来 这样呢 就可以画出新的画板出来了 可以用手来画出这个任意大小的画板 创建出来的画板呢 还可以来使用这里 选项栏上这里的一些小工具 比如说把横板呢 改成竖板 竖板改成横板呢 利用这个工具来快捷的切换 竖板横板 快捷的切换 另外也可以利用 后面这个快速创建新的 就是复制新的画板 利用这个小工具啊 只要点一下 在旁边点一下 就能复制出来 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新的画板 还有就是呢 这些画板还可以来对齐分布 把这些画板呢 可以都选上 选中之后 然后呢 可以点 这个垂直居中 让这些画板呢 都垂直居中 啊 也可以分布 按宽度均匀分布 把它排列整齐 啊 跟我们之前在图层上 用这个移动工具操作呢 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 我用这个画板工具啊 我画不准 我用这个啊 手自己画画不准 这个大小啊 画起来不标准 也可以在选项栏这里啊 可以找一些预设的参数 啊 可以有这个iPhone啊 还有Web啊 网页啊 电脑显示屏啊 这些一些预设的尺寸 直接就可以拿来用 比如选一个这个Mac图标1024 啊 这个直接呢 这个画板呢 变成1024这个大小 是不是很方便呢